欢迎专出国际有限公司的老板负责人 也是我们厨房的旧集这本书的编著者 许红荣 许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老师我们在之前的单元里 跟大家讨论到了一个厨房的重要性 还有我觉得东东对传统厨房 基本上它是没有很在意的 可是今天您这样说以后 我就发现厨房真的它的功用 应该不只是烧一顿美味的好菜 它还可以联系感情 它还可以让家居变得更美丽 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不管我们做开放厨房 或者是做一般的厨房 你要看那个女主人 是不是很能干 好像她的厨房漂不漂亮 干不干净是最重要的因素 对 像我们刚才节目里面讲到 开放式厨房 之前 前一集 对 很推广的嘛 可是一怕油烟 二怕杂乱 那油烟的问题 我们刚才已经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讨论 对 那我们来讲这个收纳的部分 怎么让开放式厨房 不用花很多精神来整理 那当然它不可能进化到自己会整齐啊 那我们这个欧洲品牌啊 它原厂有一种教育训练 在教育我们啊 帮客户规划厨具的时候 他们有整理归纳出一套理论 叫做区域方块收纳理论 所谓区域方块的概念啊 我们举一个很生活化的小例子啊 各位一听就懂 像民间进补啊 可能喜欢吃个四神汤 那四神汤顾名思义嘛 可能它有四种材料 然后再加一些肉类嘛 那这四种材料呢 假如说你没有逻辑性的思考 它就到处筛 到处长嘛 东边一包 西边一包 那区域方块的概念就是说 同属性的东西收纳在一起 说是很简单 那假如说以厨具设计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大区 而这个观念啊 也是我们国内一般 从业人员比较欠缺的 比如说我们水槽 那个水槽清洁嘛 那基本上我们会把它定义成 清洁区 那清洁区呢 顾名思义就有水槽龙头 甚至垃圾桶 资源回收分类 还有清洁用具 这些抹布 菜瓜布 就集中在一个单元 那瓦斯炉或电炉下面啊 逻辑上 它应该就是 骨碗 瓢盆 料理 工具 餐具嘛 嗯 那它这个又一块 然后我们厨房里面 一定会有纯货 南北货 干货 罐头 食品 食材 它这个又分成一区 然后更重要更重要 经常被忽略没有独立 拿出来讨论的 就是那个清食区的戏剧 比如说咖啡杯 酒杯 水杯 这些比较轻巧的 它不是那个大碗瓷器 大餐具 是轻巧的瓷器 玻璃器皿 它又会设定一个独立的区 那在更早前的节目 我们还有提到一区 叫做私人区 那当然 要存就一个私人区 这个厨房可能要有 中中以上的规模 比如说 我们看外国影集啊 经常看到那种 连续剧肥皂剧啊 或是好莱坞电影啊 不是这个男女主人 经常会在厨房里面 讨论很多事情啊 处理账单啊 小朋友学校可能又闯祸啦 发生什么事情啊 这些剧情 它都围绕在厨房里面转 而我们台湾的开放式厨房 这个八台椅 终究它还是八台椅 可是在欧美他们那种 已经把好的开放式厨房 融入生活 那个八台椅 已经是它一个私人办公区域的延伸 比如说 现在WiFi方便嘛 连接网路哪里都可以 我一台电脑 一台笔电 一个平板 就可以连续我的工作 一样去经营我的社群 可是呢 它在这个厨房的地方 就跟客厅房间 那种feel啊 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 你在客厅 坐着沙发 你很难去操作这些设备 然后呢 口渴啊 喝个水 肚子饿吃个小点心 那个空间不能成就 你客厅没办法 厨房可以 所以这是叫做私人 就是私人区域 你要有多大一个厨房 你才会有这样子的规划 而且您刚刚已经讲了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吧 对对对 你要有多大的厨房 你才能做到这样 基本上成就这些所有的 所谓的区域方块的概念 有没有 其实大部分的传统厨具都做得到 除非你的厨房 真的是小到大概就两三米 那真的就强人所难了 那假如我们刚才强调说中中的 那所谓的中中的概念 可能是在五公尺左右的 L型 长边短边 然后呢 我们操作笔电 操作电脑 哪需要多大的空间呢 就好像我们去麦当劳 或是咖啡 给我们个七八十公分 我们就可以处理家里 帐单很多生活琐事了嘛 甚至早期行动电话 还没有那么普及的时候 你去看欧美电影 他们厨房里面一定有 对讲机跟电话 有没有 对 我们现在的生活形态是 你的手机还是 大部分的人 手机还是没有办法取代门禁电影 任何人来家里拜访还是压电影 是一定要走到那个门口对讲机 可是现在所谓的智慧宅 它已经跟手机整合了 甚至这些OA的概念 已经都带到厨房了 那我们在厨房可以上网 可以处理账单 甚至可以在这边就直接对讲 现在的台北市首善之区 现在这个房子的屏数越来越大 厨房走到大门的门厅 可能还有一小段距离 所以现在这种科技化的进步 厨房 它已经不再是厨房 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 甚至透过一个好的规划 它已经变成是家里的娱乐中心 不只是生活的重心 所有资讯以外面的联系 然后亲朋好友姐妹她来家里聚会的时候 她长期待得住的地方 就是开放式厨房的餐厅 餐桌吧台 可是徐老师你这样子说我们是可以理解 那就是属于现在比较新的一种建筑物 它可能会考量到的是这个 可是我们听众朋友大部分都是荣民荣圈 或者是属于比较中高龄 我们把它定在这个地位上 当然也有很多年轻朋友在收听 但是像这样子 你要让他们在这个厨房收纳这个部分 你说我要有一个置物 有一个所有的那个同样的东西放在一起 然后我要有一个水槽 就是每一个分区都给它做 它如果在旁边仔细想 我自己也在想 我们家的厨房应该也是类似这样的收纳 对 我们也一定是在碗盘是放在一起的 锅碗是一起的 然后那个水盘是在一起的 基本上都是在一起的 有特别不同吗? 有有有 这个是有比较有生活经验的妈妈 像董小姐主持人这样子的 她有累积一个生活经验 她知道怎么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 可是假如说用年轻人的角度 她的生活历练经验不够的时候 她去买一套新的厨具 然后有专业人士在帮她做规划的时候 因为她不是那么的融入那么的懂 然后我们的厨具从业人员 假如说没有一些逻辑思考 她设计出来的厨具 会让使用者到处堆东西 甚至以当下的整个国际厨具的发展 我们在德国的科隆 意大利的米南看展 就现在进京市 他们都厨具为了营造一种舞台的秀感 然后去做国际贸易上的业务 他们在成就一套厨具的image的时候 变得越来越不死人间烟火 做得非常唯美 然后这些很逻辑性思考 厨具很本质面的东西 慢慢的反而被淡化 然后呈现出来都是非常极端唯美 甚至我们开玩笑说不死人间烟火的一种陈列 让好的厨具离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遥远 那我们刚才董小姐提到我们所谓农民农卷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那种生活的品味跟境界 任何人都做得到 怎么说呢? 还是回到根本问题 开放式厨房 因为餐桌跟厨房的结合 就可以成就我们刚才讲的那种生活方式 尤其在欧洲 他们很向往比较大一点的餐桌 他们餐桌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个家里的综合工作桌 他们不只是在上面用餐 会在上面讨论事情 开会、办公 甚至小朋友写功课 也不一定在自己房间的书桌 那个情境画面你可以想象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客户 他们也喜欢把餐桌尽可能的 在合理的人体工学的前提之下 尽量做大 然后他们同事、朋友来家里聚会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利用餐桌 那假如说我们空间有更大的余裕 那个空间的屏数更大 那厨房跟餐桌就有个非常 对甚至它空间允许之下 它会成就一个更好的界面 叫吧台 一个柔性的界面 然后呢 厨房设计其实 开放式厨房有一个很大的机会 就是把厨房做得太像工作的厨房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满足客户所有基本 我们强调本质 把这些机能的东西都成就之后 它看起来好像离美有点距离 不是很有品味 然后看起来就是非常机能 好像中央厨房一样 那这样子就不足以成立开放式厨房的那个愿景 真的吗? 我倒觉得真的如果能够有功能 那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想法了 所以你想想说除了功能之外 还要有美感 还要有温馨 这真的是强人所难 所以我们还是强调说找对人做对事 基本上观念到位 执行出外的东西不会太差 那假如说一个成业人员他的观念不到位 那反而是消费者 他因为吸收很多知识跟经验 那也可能听了广播买了书 他对这个厨房有更高的要求 那找错人的时候 那种感受其实很挫折 我们先听歌 찾啦